将我吃下爱国饭吗 主播呢 将我吃下爱国饭吗 伟大的文明 这个又是谁啊 谁拿上来的 你先念一下脱口秀 这个又是谁啊 谁来跟我说一下 这个现在一个一个上来的都是谁啊 会不会读稿 会读稿才能吃爱国饭 这个什么伟大的文明事情 怎么当夹头啊 我想吃爱国饭 有胡啊 宝哥你先下去一下吧 好来兄弟怎么了 怎么了 教一下我 我想吃爱国饭 我请问你这个问题问我干什么 你就是一个爱国饭 吃爱国饭的人 不是请问你看过我直播吗 没有 没有你为什么张嘴这么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一些 请问你凭什么 但是我看你的视频 我视频说什么的情况 侮辱了西方 哪个 有一个 举个例子 我那个视频说的是什么 你如果觉得我的观点 你可以根据我的观点 那边说什么呢 那我 你看过我视频吗 你看过我视频吗 那我就问你我的标题是什么 你记得吗 我说你这个直播不是教别人去 行业知识吗 对啊 创业请问创业跟所谓的爱国饭 有什么关系吗 爱国饭也是一种创业 我在我在教人家 在工作碰到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在创业路上有什么 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是在度人跟爱国有什么关系 互联网上吃爱国饭 那也是 对吧 请问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到直播间来问我呢 你不是精通这些互联网的知识吗 不是 你刚刚前面上来的时候 是怎么问的 你说我有一个视频 在对西方进行污蔑 请问哪个视频 没有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默认 你现在是在瞎说 随便想了一下就说出来了 没毛病吗 对于一个满嘴烹饭 满嘴跑火车 用意淫来说话的人 你觉得我有必要回你吗 把他拉黑 就是跟这种智障 真的是有什么好说的 张嘴就是 是视频一个没看过 张嘴就在那边说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们应该是様子 嗯 OK 应该是 为什么 你 他们 说 这是 像 销